西晶園产业未出晶園代工上游 不过近期终端市场传出杂音 通膨影响 电子消费需求下滑 南韩三星甚至全面暂停拉货 事况到底如何 环球金预估 西晶園6寸以下小尺寸 产能确实有松一些 但8寸12寸到年底都是维持满载 长期契约以12寸为主 价格持续上涨 未来几年几乎没有现货可以供应 如果以长约来看 长约的执行 现在先签的长约都已经是超越2028以后 我们最长的长约现在在谈当中 还有到2031都有 就上游来讲 这个sector看起来目前为止 都还是很健康 环球金5月营收 写下历史新高 首度冲破60亿元新台币 而前五个月累计营收 年增了12.19% 而到2024年 环球金资本支出上看千亿元 徐秀兰指出 第三类半导体碳化系的布局 将以欧洲 美国 以及日本为主要战场 除了发展制成产品 团队研发设计掌金颅 已经有所成果 预估还需要两年时间 看了这一段 我觉得目前需求都很好 就除了我刚刚讲说 美国对东南亚四个国家 做特殊的调整之后 我们可能美国市场 会稍微有一点逆风 但其他的需求 看起来应该还OK 那半导体目前看起来 都还很正面 所以看起来下半年 应该目前没有太多担心 今年全年我们都觉得 应该是会 就是破纪录的一年 母集团 中美金 太阳能业务营运 也是倒吃甘蔗 各国对捷径能源 多元能源需求上升 整体试况乐观看待 新大级市高建议的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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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